第一个我要给杨雪梅这个问题一个教点 第二个要是给我自己的问题一个诚情 为什么不要我见你妈呢 那你想见你见得了吗 人不见你 你一份都要见 我的家人你见过 你的家人我为什么就没有见过呢 为什么呢 他不见你 我有什么办法 那您觉得就是不是你不想让见 是您的母亲不想见 是这样吗 他不是不想见吗 他连我都不见呢 我听说您的母亲是个女强人 是这样吗 是他无可挑剔 他今年多大年龄了 67 那么你觉得您母亲不见您的这位女朋友 主要是因为对你不满 还是对她不太满意 主要是对我 那看来您和您母亲的这个关系 确实是僵化到一定的程度了 甚至我在刚才的外场条件当中 还看到你说了一句挺吓人的话 说即便他出了什么意外也跟您没关系 您还要澄清自己 这必须澄清啊 这是怎么回事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死了就是你傻的 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我哪是呢 这么多年反正他就一直在闹腾 一直在治我反正一开始是喝酒大佬 金杰的呢 后来又变成什么了呢 呃 我骂他了 反正金杰又我打他了 现在升级到他死了就是我傻的了 一开始那些我都懒得解释 我心想这个事还不至于说 治点自己名还不至于把我治死 他死了我傻的 这个就把我往死里逼了 我可就承断不了了 当时听到这句话你什么感受 那人家比死了还难受 那你有没有